委托一公司进行比特币挖矿并投资千万购买矿机 应在服务期内未见收益 投资方将其委托公司告上法庭 要求赔偿955万美元 12月15号北京朝阳法院开庭审理这一服务合同纠纷案 2019年5月原告与被告签订计算机设备采购合同 服务合同书等协议 委托被告采购管理微信存储空间服务器及矿机 提供比特币挖矿的数据增值服务 并支付增值服务收益 原告向被告支付管理费用 然而合同履行期间 被告向原告支付18.3463个比特币 作为数据增值收益后 未再支付任何收益 原告方向事员提出了如下诉讼请求 一中年制装公司交付278.1654.976的比特币 或者按照2021年1月25日 比特币的价格交付955万0.812.36美元 第二项中年制创公司赔偿原告服务器到期后 占用微型存储空间服务器的损失 厂阳法院今审理认为 此类挖矿活动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大 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节能减排 且虚拟货币生产交易环节 衍生的虚假资产风险 投资炒作风险等多重风险突出 有损社会公共利益 原被告在明知挖矿及比特币交易存在风险 且相关部门明确禁止比特币相关交易的情况下 仍签订代为挖矿协议 此协议应是无效 因此产生的相关财产权益 也不应受到法律保护 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丰富酒信 营销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5万0892元 六小八分 由原告北京丰富酒信 营销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据了解 该案为北京法院首例认定比特币挖矿合同无效案 案件宣判后 朝阳法院向矿机所在地相关部门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送司法建议 反馈案件中涉及的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线索 建议有关部门进行清理整治 希望通过认定此次比特币交易挖矿无效案 有效的引导我们产业的发展 也就是告诉企业以后如果这个还有资金需要投资就不要再进入挖矿的这个行业了 有资金的话可以多引导进入目前我们国家正在大力提倡的新经济新业代高新技术企业啊 简单说起到一个导向的作用 2021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 指出要全面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 法官提示任何生产经营活动均应在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和产业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他强调比特币不具有与中国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 虚拟货币交易活动无真实价值支撑 价格极异被操纵 代币发行融资与交易存在多重风险 国家相关管理部门也多次发布通知提示消费者 投资交易虚拟货币造成的后果和引发的损失由相关方自行承担 在个别地区比特币的下游交易 也就是借贷委托理财是比较火爆的 我们在此也是建议比特币交易有风险 不受国家的法律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明确表态相关的交易行为应属无效 损失要自行承担 所以在此提醒 已经进入这个交易市场的 要及时退出 清盘还没有进入的 建议就不要进入了 把自己的现有的资金投入到其他的理财领域里面去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